兔子在人们心中是一种温和机智 幸运为一体的哺乳性食草动物 兔子在遇到障碍的时候都能勇敢地面对永远地跳跃过去 象征着人们在面对困难的时候 要积极向上勇于超越自我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有关兔的传说非常多 有关兔的美好寓意也非常多 天宫的玉兔除药 吃了玉兔的药可以健康长寿 手写符字是笔尖上离久弥新的年味 一笔一画一横一束一撇一纳 在鲜红的宣纸上挥毫泼墨 在这祝福和祥瑞送入千家万户 再过几天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农历兔年了 在这里我给大家拜年 祝大家在工作上 突飞猛进 世界上大展红兔 兔年春到福到 预祝大家在兔年里吉祥如意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 大展红兔前兔无量 预祝全江各族人民 吉祥如意 大吉大利 玉兔成祥 我做了一只小白兔 祝大家突飞猛进 新春快乐 大展红图 祝全江各族人民 新冲快乐 兔年吉祥 国泰民安 母母骑士文联 十六子文化文艺小分队 祝全江各族人民 新年快乐 兔年吉祥 万事如意